老家的安南區的陳哥市長一早是老家的 昆棍挑選到素材水果 跟賣到民生用品各種肉片的人 是硬有情有 不過在這個東西當中 爆香的蒜頭現在的價值有機會會怕死人 因為我們如果有像有台灣就賣台灣 然後它現在好像是台灣的東西快沒了啦 那進口又沒有進來 量少才會貴 進口蒜頭雖然說比較清明 但是現在要進口到台灣的蒜頭 因為炸頭還有這個糖的 所以說卡住的沒辦法來購台灣了 台灣本土的蒜頭 人家的車正常一斤還有65元 其中順料一星期三遍 每一遍我們期10元到20元 現在一斤蒜頭要300多元 沒有現在蒜頭很貴 為什麼會 好像是因為進口的沒有進來 應該是這樣子 所以國外進口的缺貨對不對 對 進來沒有進來 以台灣的蒜頭大企業 這也讓做這些店家是要愛吃 很多料理沒有蒜頭就是欠一米 尤其是說台灣地面的蒜頭飯 還是說要沾蒜頭醬比較好吃的 在那邊的飯 都會相當的辛苦做 那應該是疫情的關係 然後進口的蒜頭進不來 我們只能用台灣的蒜頭 可能台灣的蒜頭可能數量不夠 再撐個一段時間看會不會疫情過後 或那個蒜頭進口通關的話 就可能大概會掉一些吧 他對著現在蒜頭貴三三 很多夾車只能夠自己存在用料 至於說家庭主婦也要用百行東西來替代 不就是說減放蛋白行行的用 需要用到的時候還是要買啊 對對對 對 因為配菜的話大部分都會用到 就是可能會量少一點這樣子 對 原則上還是會夠嘛 蒜頭一斤三百多 蒜頭一斤一斤也真的是怕人 南天新聞 等下大家 蔡芳報導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